现在我是在贵州安顺去云峰屯普的路上 司机大哥是当地人 正在跟我讲云峰屯普的历史 大明洪武年间 明太祖朱元璋派军征战云贵西南地区 在夺取政权以后 部分明朝的官军就留下来 驻扎在当地形成了军屯 慢慢的一些屯兵的家眷工匠商人 也从江淮一带迁到这里 除了军屯又有了明屯和商屯 贵州安顺地处偏远 由于崇山峻岭的祖阁 这里的屯普文化依然保留着大明一封 可以说是明朝历史的活画史 这是我要住的民宿 它是按照屯普民居的风格和工艺而建的 屋檐下的垂画柱全部是手工雕刻的 大门两侧相对的是石刻的梅兰竹菊 门上刻的是明德维新 意在推崇德行清明 进入大门 地面青石上雕刻的是福禄寿 门窗都是采用的宾列文化阁 寓意万物复苏 美好将至 民宿的中间是一个庭院 中心是八卦图 院子四角的水漏图案分别是鲤鱼对龙门 蝉除对钱币 寓意发达旺财 还有很多讲究 比如台阶是七级 因为七上八下 很多我已经记不得了 云峰屯普有八个寨子 称为云峰八寨 云山屯和本寨保存的比较好 本寨离我的民宿几步路 先到本寨看看 这样的旅游旺季 就适合到这种人比较少的小众经典 本寨是众多屯普寨子中 军屯的代表 多数都还是有几百年历史的石头民居 石头的瓦盖 石头的房 石头的街道 石头的墙 这里的房屋 基本上都是江南封闭市四合院的格局 靠着弯弯的巷道连通起来 巷道四通八达 寨子里原本有九座用于军事防御的碉楼 现在剩下七座 都在四家院子里 大多数的院子都大门紧闭 看见一家开着门的 就贸然走进去了 这一家背靠着山 院子并没有很大 两头看碉楼觉得碉楼很高 这种碉楼家四通八达的巷道 连接各家各户的格局 很适合冷兵器时代的巷战 明朝的官兵民商 大多由江南地区而来 所以也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礼仪和习俗 本寨的大户杨家就设有四支堂 让后人传承杨镇巨经的连接加峰 做到心无旁骛 身无凡骛 心无所愧 四支堂的后院 有一面臀朴文化的展示墙 对面则是一幅巨幅的青莲副竹简 可见青莲在古人心中有多重要 现在寨子里保存的好的民居 都有标识和简介 有些房屋至今仍有村民居住 有的房屋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被废弃 甚至成为危房 很多村民搬到了对面山脚下的新村 看见了一位穿着凤阳汉装的村民 立马跟上去搭讪 凤阳汉装是六百年前的明朝服饰 据说是明太祖祖元璋的夫人马大脚家乡的富丽 日常的穿着 根据年龄身份的不同略有差别 我给这位大姐拍了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 她看了之后很嫌弃 说我没有开美颜 第二天去云山屯 步行过去就可以了 路上除了鸟叫 虫鸣几乎没有见到人 清晨飘了一点小雨 穿过一片山间空地的时候 头脑里突然冒出一句诗 空山新雨后 对面那座山叫做云旧山 山上面有一个寺庙 夜晚亮灯的时候很特别 江南的移民把江南的小桥流水也带到了西南 这里还有一片野蛇营地 到了云山屯 这里通常门票是五十块 现在半价 云山屯在山上要爬上去 这就是云山屯的前门 也称大屯门 它是用石头砌成的 两旁的寨墙大概有七八米高 一到两米厚 寨墙环绕整个云山屯 和背靠的绝壁和一旁的云旧山 形成了一手蓝宫的屏障 据记载 曾经有土匪攻打村寨 最后落得由越强者皆死 不越强者皆逃的下场 进入大屯门就是明清一条街 这是云山屯的主街 全部由青石板铺成 后期屯田制的衰退 和商人的涌入 使这里的经济贸易繁荣一时 街道两旁店铺林立 布店米店药铺遍布全屯 著名的德生昌药铺一址 至今还在 这个药铺建于清末明初 据说当年在安顺平坝一旦 买不到的高丸单散 在这里却一应俱全 商铺铺台是须弥做事石雕 石雕花纹到今天依然依稀可变 这里应该就是厂坝 也就是四村八寨的人来赶集的地方 厂坝的中心有一个戏楼 对面是柴神庙 看厂坝旁边这几个人在准备什么 应该是一会儿有表演 在厂坝周边随便走走 忽然听到一阵吹弹拉唱的声音 寻声而来 发现几个村民正在一间屋子里排练 估计是等一下要表演 表演的是明朝的婚嫁礼 买年好何夕鸳鸳鸯 洞黄花无夕 买唐生辉 臣妇千金术玉 联姻之喜 请兴婿礼敬四方冰棚 请兴婿迎新妇 兴婿请兴婿去帅 重新节 先转身步入西堂 请兴婿转身步入西堂 请兴婿转身步入西堂 新人一步步步步入高堂 呃两位高堂 夫妻对白 没想到看婚礼表演错过了地戏 只好随便逛逛 等下午那一场 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传统服饰的老太太 正在手工制作臀朴绣花鞋 也称作凤头鞋或刀片鞋 臀朴里的一些老人家 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明朝的一些习俗 他们这种头饰需要把前额的头发一根根拔掉 他们把前额的头发称作苦发 一般是在结婚前一晚 母亲帮新娘一根根的拔掉 希望她将来过上好日子 听说这种原本源自江南的服饰 在江南已经失传了 在主街的后面还有一些老民居 这边有不少三合院的宅子 不过都大门紧闭 有些宅子在装修 有些已经破败的没有人住 终于等到了地戏开始 臀朴地戏俗称跳绳 也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跳绳者头顶青筋 腰围战裙 额带假面 手持刀锚 且唱且舞 题材都是取自于历史故事 但都是舞系 主要唱的都是朝代兴衰的战争故事 看完地戏到后屯门看了看 后屯门的债墙保存完好 舵口和泡眼都有 不过后面下山是没有公交车的 还是需要回到前门下山